這個 如何產生這個亂數 當然這個地方如何產生亂數 昨天的程式碼裡面就有了 那修改一下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亂數 所以其實這一行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那 我有講過嘛 如果說你要產生一個 1到3 的亂數 最簡單的方式 你就只要 其實有的時候你 甚至是把它背起來就好了 但有的時候 最好是理解 可是沒辦法理解的時候 就是先背起來 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說真的你要理解你的 你的思維 還有你的一些知識 還沒有到那個 那麼豐富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變得很抽象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先可以run 然後為優先嘛 那可以run的話 你就是把這些 第一個就是說 nest.randon 它這個地方就會產生亂數 那我講過它會產生 趨近於0最小 那趨近於0.9最大 趨近於1啦 0到1 但是一定會 大於0 但是是小於1的一個亨 這個一個double的值 double值 那如果今天要產生1到3 的亂數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乘以3 乘以3它一定會小於3 但最大值應該是趨近於3 可是不會比3還大 然後呢會小 會比大於0 就是趨近於0 這個區間它會產生亂數 那亂數裡面呢 當然如果我再把它int 就是強制轉成整數 也是捨棄掉所有的小數點之後再加1 自然就會產生1到3的值 那1到3我剛好就剪刀石頭布嘛 剪刀石頭布 那產生完之後我就丟房回來之後 就是宣告一個i的一個變數 給它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判斷嘛 如果i等於1的話 那就是剪刀 如果elseif等於2的話呢 就是石頭 那else就是最後紙外 除紙之外就是3嘛 那就布 那這樣子一定非常公平 而且呢 它亂數產生的機會呢 是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 揣一下 剪刀 石頭 剪刀 它不會有循序 就會一直都有亂數產生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順便 複習一下random 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了解 這個random的一個用法 random方法的用法 那其他當然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更多 就到那個duck裡面去找找看 那除了這個範例之外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思考一個 這個還有一個範例 這個到底 max.random 其實很多同學都很想知道 它到底怎麼運作的 那運作方式呢 假設我們用一個sample 這個sample呢 如果你今天 產生 亂數產生10個值 並且得到最大的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我們runs給各位看 它秀出來 就像底下的部分 總共有10個 總共有10個數字 這個是 這個random所亂數產生的值 就是趨近於0 最小 然後到0.999 那這邊裡面呢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挑出最大的值 是多少的話 程式該怎麼撰寫 那當然第一個你要先 亂數產生10個嘛 所以你要一個回圈 亂數產生10個 10個字後 同時你要去比較 誰比較大 大的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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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就不要 就捨棄掉了 當然你甚至還可以大的留下來之外 還可以再次大 第3第4第5 那就可以做成排序 那這個排序 這個也是一個排序的方式 只是說 這一題我們比較簡單一點 就取最大 否則的話程式會蠻複雜的 那要怎麼樣達到這樣的效果呢 那第一個 你要知道亂數怎麼產生的 其實最簡單的 我們不需要去轉換的時候呢 你可以宣告一個什麼 d 就是一個double 另外有一個dmax 就是最大的 那我們的回圈 其實就從1開始 然後到10 1到10 那加加 就是再累加 去跑一個回圈 跑一個random random傳給d之後的話 輸出這個尺 到這個地方 d總共有10次 所以它會輸出10次 最後的話呢 就去比較 最大的留下來 如果說呢 它最大的 如果說 產生的這個尺 比最大的 留下來最大的尺大的話 那當然呢 就把d傳給它就好了 就把它蓋過去 就留下最大的尺 那最後就把最大的尺給秀出來 就完成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其實是一個概念 如果說你可以把這個概念清楚的話 以後在寫任何亂數產生的 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 亂數是怎麼跑的 那怎麼跑才公平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想你們試試看 這一集的話 那這兩集 好像都是亂數的節目 好吧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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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